被炮火炸断的巨大桥梁是横跨布查与伊尔平的一道伤疤 乌克兰工程师正加速重建机器建设 尤其修复电网是首要任务 基辅当局警告入冬后每个家庭可能要轮流停电三到四小时 乌克兰宣布将援引战争条例 由政府接管能源企业与电网维修相关的五间民营公司 为了因应冬天断电危机 全国各地准备设置一千间收容所 为没有电的民众提供床水和暖气 并且鼓励大家投靠其他城市还有水电的亲戚 乌克兰已经为今年冬天做最坏打算 至于媒体报道拜登对乌克兰已经出现支援疲乏 美国严正否认 G7为乌克兰的冬季援助计划已经启动 欧盟有17国送了500台发电机 希望缓解乌克兰的能源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